来咯,我的猪猪花友,大家好呀,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本期给大家带来一棵KK屋,KK指的是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Course Capitas大棚,一个由父母及女儿共同管理的家庭式作坊大棚,KK老爷子的生财之道就是聘请墨西哥小黑哥娃,他主打一个运输家销售,KK的种子生意已经做到全球之名,得益于强大的产地货源优势, 但是,KK种子播种出来的球,能够保留更多的原产地特性,而这棵就是KK种子播种养大的小乌鱼,扁平的球体形态,厚厚的白蜡,肥大粗壮的石身根系,我们近距离观察,可以看到更多细节纹路,球体保留了很多原产地的特性,下面我们将分环节给大家介绍这棵KK屋,测量环节,我们可以看到球体直径为5.6厘米, 整颗植株长度为7.2厘米,根系部分长度为4.3厘米,参照物对比环节,大家可以对比左侧的330毫升可乐,这是侧面尺寸参照对比,重量测量环节,我们可以看到球体重70克,参照物可乐重357.6克, 剪辑视频的时候,才发现拍漏了达芬奇校色版的环节,不好意思各位猪猪,大家凑合着看哈,不过没有校色版的对比,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颗KK屋是非常白的,它的表皮已经有一层厚厚的蜡质层了。 总结,我个人觉得,这颗KK屋主要的卖点有,厚厚的蜡质层,扁平圆圆的球体形态,规整的毛做汗棱,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产地的乌鱼特性,肥大粗壮的根系。 说到根系,这是球球刚刚回到我这边时拍的根系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根系非常健康茂密,我对毛细根进行了简单的修剪和杀菌处理,然后这是它现在根系情况,你收回去有需要的话还可以二次修剪。 好了,下面请跟询我的镜头,一起去欣赏这颗KK屋的美吧。 Ceasing tower, no one's been before, close the curtains, what you're waiting for, and I'll be keeping the secrets, till I'm in the ground. Ceasing tower, no one's been before, close the curtains, just paint your eyes with a vivid mind, now we're seeing what's behind the light, and I'll be waiting in the shadows, finding casual that's been compromised, good and bad. 本期性感猪猪,在线卖球,到这里就结束了,对这颗KK物语感兴趣的花友,欢迎评论互动哈,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下期再见,爱你猪猪。